上午10点 饶河街观光夜市 在松山区区长孙冠军和立法委员周文勇 市议员周英英共同主持剪彩之后正式接幕 沿街的商店餐贩纷纷然放鞭炮表示庆祝 下午5点 夜市正式开张 整条饶河街开始实施交通管制 成为行人徒步区 各个摊贩也展开营店 官吏委员会表示 除了一般的食品百货摊位之外 这个夜市最大的特色 是具有70多个民俗技艺摊位 包括吹唐人 面面人 中国节 草边等等 他们希望借着这些具有强烈地方色彩的摊位 能够吸引更多的外来观光客 使得饶河街能够成为国际的观光夜市 据了解 饶河街在十年前 是松山南港内湖一带的商业中心 生意十分新龙 但是近年来由于都市发展重点都移到东区 松山区逐渐丧失了原有的地位 生意也一落千丈 但是从夜市开张之后 人潮蜂涌而至的景象来看 管理委员会和当地住户都表示 松山区昔日的盛况又重现眼前 至于这种盛况是否能够持续呢 还有待时间的考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